大理中心大牌前段流进到丽仁中学附近 由于大牌的沟渠久未清淤泥沙杂草重生 影响到了牌水 最近常常有午后间歇性的大雨 大牌一流不仅造成这区域的路面积水 甚至流进了住户家中 让民众是抱怨恋恋 原本的沟渠应该是顺畅的水流 现在却都满布泥沙跟杂草 最近只要一下起了午后的间歇性大雨 住在中心大牌前段 丽仁中学附近的居民就相当担心 有没有积水会会积水吧 瞎打药就会啊 不瞎打药就不会 中心大牌的分流 每一次强降雨 这里面有医沙 医沙很严重 都阻碍水流 如果强降雨 每次都会冰花架 都会冰水 当地李仲也表示 大雨造成了大牌一流 水流除了流到了路面 更流进了民众的家中 造成民众困扰 因而向民态反进 而这一天也找来市府水利局前来会堪 寻求解决办法 这个狗子里面串刷 还有串草味 经过了讨论市府水利局表示 将尽快派人前往轻居 来确保沟渠的水流顺畅